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没有很有意愿呢 另外这个辛丑牛年要来了 先前这个部长陈时中曾经告诉大家说 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解分 而且大家就可以去日本玩了吗 好 到底这个辛丑年的国运如何来预测 我们今天都要带你一块来讨论了 为你介绍的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好 以及新北市议员黄俊哲 大家好 今天又新增了五例的确诊病例 有四例境外移入 还有一例的本土个案 是案863护理师的大姑 等于是一加七口全都确诊 我们新增了一位 这是我们的本土案例案934 案934呢 它写作为案863 864 865 907 909 910的家人 那是1月19日进行居家隔离 那隔离期间曾接受五次的裁剪 那结果都是阴性 那各案2月7日出现发烧流鼻涕等情形 2月8日自觉已无症状 因为申请外出奔上 有卫生单位安排至医院裁剪 那已经是确诊 好 今天确诊的是案934 他呢就是案863护理师的家人 他们家一加七口全部都染疫 但是这案863 他到底是如何染疫的呢 原来啊 他是来自于案838 好 这个838医师 在1月10号 他不用回去上班了吗 结果就传给了856这个医师 856医师呢 在1月11号的时候一采婴 他很放心又继续上班 那么直到1月16号的时候 因为这个852他才被匡列 那么接下来他又裁剪 接下来呢才确诊 因此在他这一段的空窗期当中 他传染给了案863 而863是在1月14号 1月15号的时候开始比赛 但是当时啊 连856都还没有被匡列呢 他当然也不觉得自己感染了哦 因此完全不知道有状况 在这样情况之下 他等到1月17号再次裁剪的时候 都才确诊 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传给了家人了 分成了两拨 包括一开始的先生和女儿 到后来他们全家人 甚至到今天连大姑都感染了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856 他在一采婴的时候 就继续隔离的话 说实话 这863一加7口人恐怕是 根本完全都不会感染到 这个新冠肺炎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所以863护理师的大姑 现在也确诊了 其实大姑非常的孝顺 因为呢 863的婆婆要被隔离的时候 她主动要求说 我要跟妈妈一起隔离 才能够照顾母亲啊 结果907还是不幸去世了 而这个大姑她先前 筛检了五次啊 都是五彩英 所以她说她要申请外出 去奔丧处理后事 结果这一次筛检的时候 她才确诊的 所以我们现在难道 真的不用担心说 这个社区里面 还有些无症状的感染者 在到处爬爬走吗 对 这个明天就是小您夜的 然后在 今天这个节骨眼 指挥中心 在这个封关的记者会 告诉我们有本土的这个确诊 而且就像哈云说的 它并不是这个境界 是本土的 而且跟布桃 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让所有记者会的这个现场 包括聊天室的网友 大家都非常的这个遗憾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前天啊 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才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说 这个布桃的危机解除 那包括这个桃源市长 郑文燦 你也从来没有看过 有这个这些市长 县市长会参加记者会 也解除了 非常的高兴 那大家高兴的同时呢 就开始去讲一些说 这些三八位 就是说布桃是全台最干净了 好 意思说已经没有确诊了 消毒了 大家不要担心 然后呢又说这个 这个 当然因为过年快到了 对桃源的朋友 这一阵子也非常的这个难过 就是说整个疫情的这个扩散 但是观众朋友 我们要正面地去看这个疫情 刚刚哈云也讲这部分 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底图 那是院内感染的部分 那这个护理师呢 他呢 他的这个 因为他不晓得 他都在不知前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按863的护理师 他就回家 他跟家人同住 结果他同住的家人 包括他的婆婆 他的老公跟两个女儿 还有他公公 后来都确诊了 当时第一波 在他们家庭的这个群聚里面 唯一没有确诊的 就是这个 这个案934 今天公布的这个大姑 他是没有确诊的 而且如同哈云也讲的 他非常的孝顺 因为这个案863 那个护理师呢 他们当时他确诊之后 他是在医院里面隔离的 他没有回家 好 那家人都隔离之后呢 这个爸爸跟妈妈 也就是这个大姑 妈妈他的妈妈 在家里隔离 他是回去家里照顾妈妈 然后因此这个确诊 那很不幸的是他的妈妈 也就是863的这个婆婆 934的妈妈 在确诊当天就不幸的往生了 当然他本身有慢性病什么的 非常的这个遗憾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看 当时郑文燦 这个是郑文燦 他说可以安心过好年 当然大家不能松懈 这个防疫的措施还是做的 但是这个前天的 这个指挥中心记者会 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 是不是我们的蔡政府 把这个大内宣 太早松懈 太早放松了 你看这蔡总统脸书的梗图 谢谢桃园 这是这个2月7号贴的 今天2月9号 才隔两天 马上又多一个确诊 如同刚刚哈渝言提到的 他是五采都是阴 这个大姑五采都是阴 然后确诊是阳 可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整个布陶的 这个整个 这个清空过程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 是一采二采是阴的 然后我们就松懈了 然后其实你看 他五采是阴 他六采又是阳 这个非常的 这个病毒非常的狡猾 你看陈部长那时候 称赞郑文燦 说梁将金兵 上下一心 防疫必胜 因为那个 那个王必胜 那个指挥官在那边 就用这种文宣 教条式的 我还是要强调 不应该这么早的松懈 我们要帮陶渊的防疫加油 那希望这个疫情 能够控制住 但这种敲锣打鼓的 大内宣的做法 希望新的一年 蔡政府不要再玩这种把戏 新的一年 大家最期待的 当然就是疫苗了 那么台湾现在透过了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COVAX 已经分配到 20万剂的AZ疫苗 那么据说呢 是二月底 最快有可能到货 最快三月就开打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AZ疫苗开始传出 在国际间的各种坏消息 包括南非说 对于南非变种病毒 根本没用 不打了 印度说出现 有死亡的个案等等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所以接下来 我们真的拿到 这20万剂的疫苗 听说连医护人员 很多人都说 在观望中 不是很想要打的样子 第一个 这20万剂疫苗 杯水车薪 然后再加上疫苗本身的效力 到底有没有效 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更让所有人 跌破眼镜 无法接受的是 陈时中部长 是拨命吃的 是过得欢迎 现在在街口 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买这1000万剂的BNT疫苗 那所以前面 我们实在是 我们来听一下 部长是怎么说的 当初他们取得 这个有条件授权的时候 有说最快今年第一剂 可以到过1000万剂 想要问一下 为什么最后没有采用这个方案 对于BNT的疫苗 我们从来没有想要 买到1000万剂 尤其在那个时候 这个冷链都还没有 着落的时候 那专家里面 对于施打的效率 跟相关的一些 进货的保存 都包着一个 比较高度的一个关心 所以从来在1000万剂 BNT1000万剂 从来没有在 我们的计划以内 从来没有在他的计划里面 这文化怎么说得出口 我的妈呀 这是同一个陈时中吗 还是有人来这边假扮的呢 先来看 现在告诉我们的 所谓的好消息的第一个 叫做AZ疫苗 真的是好消息吗 20万剂 只有20万剂 好 那这20万剂 等于是因为一个人打两剂 只有10万个人 不要说第一线 33万的医护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打得到 重点是说 因为这个AZ疫苗的效果有限 然后呢 它对南非的 这个变种疫苗呢 更没有效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 包括南非 瑞里市是不打的 有些国家是50岁以上 65岁以上的老人是不打的 为什么 你给第一线的医护打了以后 结果它的防护能力没有那么高 那请问一下 第一 这是打了等于白打嘛 因为你打了以后呢 你也不能把防护衣脱掉 你也不能把口罩脱掉 万一来的是一个变种病毒 万一它是有30%以上 你是没有办法防护了 你中标了怎么办 那你第一线的医护 是最危险的一群人啊 他们最不该打的就是AZ 但是问题是 你AZ只有20万新要给谁打 所以想一想 你只有给他们打 给他们打也是白打 因为打完了以后呢 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好啦 那我们再来看 除了AZ疫苗之外 这就是牛津大学的AZ疫苗 我们刚刚讲的 好 还有呢 另外两家 一家就是刚刚说的 陈时中说 他不要买的辉瑞BNT 还有一家莫德纳 莫德纳是美国的 美国说呢 只卖美国 美国人打完用完了以后 才会考虑其他的国家 莫德纳买不到 所以你只能买辉瑞 那我们讨论辉瑞 从去年10月的林全 说他买到辉瑞 可以订到3000万剂之后 到今天 陈时中说 他从来没有考虑辉瑞之前 我们都在讨论辉瑞 不然呢 看到鬼了吗 因为中国大陆的四支疫苗 你都不选啊 那我们还可以买什么 去跟谁买 那你说你从头到尾 都没有考虑辉瑞 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大家看到 是不是全部通通都爆炸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南非的卫生部 就说AZ疫苗 他们不打 为什么 因为对南非变种病毒 只有10%互利 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时间 打了也是白打 那印度的卫生部则说 因为印度打了很多嘛 可是呢 已经有23人接种之后 就AZ疫苗之后死亡 当然死亡的原因 我想应该是很多啦 也不一定直接是 跟AZ疫苗有关 但更重要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没有效嘛 那你打了这个干嘛呢 那就变成临床实验 也是令人头皮发麻 好 所以呢 接下来你就看啊 台大医师就出来讲了 他说相较于FDA 美国批准的这个 辉瑞跟莫德纳 他的临床研究人数 是三四万耶 他是三四万耶 好 那AZ呢 他基本上呢 在当时通过 紧急授权的过程 就不透明 这不是只有AZ的问题啊 还有现在 陈时中跟我们讲说 他可能会优先买 是台湾自制的 问题是台湾自制的疫苗 他要加快 整个后面第三个程序 他要加快程序的结果 就是根本没有三四万人 只有三四千人啊 那这样子的疫苗 会比AZ更惨呢 敢打吗 有效吗 他说AZ疫苗最初的结果呢 效率是90 全剂量组只有62% 所以加起来是70% 所以只有70% 然后他还说 半剂量组呢 这个效率可达90% 是不小心做出来的 那所以科学界就说 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临床实验也太妙了吧 好 那这是AZ啊 那不管嘛 因为AZ才二十万 才十万个人能打而已啊 他根本没有办法 解除台湾任何疫情 包括我们第一线的医护 那你现在你又跟我说 你辉瑞你从来没有考虑 这种话你也敢讲了出口 你从来没有考虑 那我们这大半年是在干嘛 我们这大半年是在干嘛 我们编这么多预算 你是要干嘛 你也没有拿给台湾的 这些疫苗的厂商 你有编预算给他们 加速他们的研发吗 没有嘛 也不过才十亿二十亿而已嘛 你根本就说谎 你就是睁眼说瞎话 大白天光天花日 这样子欺骗全民 敢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编了这么多的预算 你一个都买不到 你今天说你从来没有考虑的意思 就是等于承认了 你一记都买不到 你为什么一记都买不到 今天总统才出来说 他要亲自来 叫大家放心 疫苗没有问题 早上总统说疫苗没有问题 下午部长告诉我们说 买不到辉瑞不用想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这种政府吗 就直接这样框我们全民 框骗我们全民吗 所以下会期开会 立法院开议 第一天就要叫陈时中讲清楚 可以这样继续骗下去 我们编了这么多钱 你半戏都买不到 他告诉我们说 辉瑞不用考虑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 这种话他讲得出口 对 其实现在大家真的是 很希望能够赶快拿到疫苗 为什么 因为你看现在要过年了 然后接下来南部会不会有疫情 大家非常担忧的是 因为有一个案925 好 这个案925 他被公司派到美国去出差 好 所以他1月8号的时候 从美国返回台湾 然后1月25号检疫期满 就回去上班了 1月29号他来和高雄的 两个警察吃饭 因为他们是亲戚的关系 2月4号他裁检 在2月6号之后确诊了 好 因为他是一个南部 所谓纺织大厂的员工 现在南部人很担心 是不是如果说这个个案 没有被好好的防堵住的话 那么会不会让南部人 接下来没有办法 安心过个好年呢 好 现在目前他13天之内 接触的框立了有84个人 有29个人正在居家隔离当中 但是竟然有他的同事 跳出来爆料吗 同事说 你看这个全公司到现在 只消毒了两个单位 还说这案925的足迹 根本遍布整个工厂 结果只消毒两个地方 够吗 我们打电话去1922问 1922竟然告诉我们说 你们公司 副总说不需要全场消毒 还有这种事情吗 好 另外同事也说 他明明前一阵子 跟很多主管开会 也很常来我们的单位走动 大家看到他根本都没有 戴口罩在公司里面 到处爬爬灶啊 所以这是有疫调不确实的问题吗 我们真的能够放心吗 我们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 应该还是在先前的感染以后 那带到国内来 那现在只是Igm 维持的阳性的时间 比较长久一点 在台湾感染机会可能稍微大一点 因为他Igm跟IgG都阳性 Igm阳性就是表示 他是近期内的感染 社区可能有人带着病毒 可是他的症状非常的不明显 这个在国外的经验是比比皆是 美国美国CDC已经告诉我们 有一半的感染者是被降感染 好 Im925呢 他隔离期满 其实有回去上班 所以等于是已经进入社区了 因此还有两个高雄的警察 现在正在隔离当中了 问题是他工作时 到底有没有戴口罩呢 台南市卫生局就喊话说 呼吁说民众不要上网爆料了 来跟我们检举吧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指挥中心现在就坚持925呢 就是在美国感染的啦 但是呢 专家就说了 在台湾感染 似乎看起来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而且像这样的无症状的感染者 如果他不是自费裁检确诊的话 恐怕现在还在社区里面啪啪糟 对 我想跟我们刚刚前面谈的 那个案例员 就是说这些被确诊的朋友 他们都不是故意的 所以他们 虽然他们可能造成一些危险 他回来台湾之后 他就有拿那个阴性检测证明 所以他才回国 所以告诉观众朋友说 那些阴性检测证明 它并不是百分之百 然后呢 从1月8号回来到1月25号上班 他也做了隔离 甚至14加7 那个这样的居家隔离 有没有用 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阴性的检测证明 裁检跟隔离14天 都不见得百分之百有效 然后他2月4号裁检之后 2月6号确诊 这当然引起很多的这个争议 包括网路的爆料 但是观众朋友 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 我们不谈这个925这个个案 也就是说 在我们做疫调跟阻击的时候 我们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像 就是说很多人在爆料 谁去过哪里 去过什么哪些地方什么的 然后都造成当地的业者 相关的这些产业都受胸 因为大家想 他去那边买东西 他去那边吃东西 你就不敢去了 所以这些疫调这东西 他其实应该是要保密的 他不是要来制造社会恐慌的 但是从周育寇到许巧新 他们都有疫调的资料 足迹的资料 可以抢先我们媒体一部 去公布的时候 那我就不得不怀疑说 那你指挥中心的内部管理 在做什么 也就是说你指挥中心 有这样的这个资料 各县市卫生局也知道说 我要去匡列哪些对象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会走漏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前几天这个宜兰 宜兰有一个刑警 也不知道干嘛 他因为他是刑警 他知道这个有一个个案 在宜兰曾经有这个活动过 他就把他收集到资料 传给他LINE的群组 然后大家就开始疯传 谁谁谁去哪里 大家又开始恐慌了 就后来一追查 你寻现在一定查得到 查到那个源头 竟然是我们宜兰的园警 那你身为这个警务人员 你这东西是你的工作的职长 你怎么还传到LINE 干嘛呢 所以这个恐慌都是不必要的 那刚刚亥云你提到说 这些会有网络爆料的 就如同指挥中心讲的 你如果我看到他 他在哪一个厂区 他没有戴口罩 或他有什么其他的 什么接触什么的 你应该是去跟指挥中心检举 而不是上网去爆料 你上网爆料干嘛 莫名其妙爆料没奖金 你应该去跟指挥中心讲 你的疑虑是什么 那类似这样的猎屋的 因为我刚刚跟各位强调 你看到这些个案的朋友 他们也不愿意确诊 他也不知道 他是无症状感染的 他哪知道 那最后我讲一下 指挥中心的这个态度 当然我不是专家 但是关注朋友 你会发现到 只要我们之前输出的 这个确诊的 比如说到大陆的 到日本的 到越南的 指挥中心的说法都一样 他们验得不准 在那边感染的跟我们无关 已经好几次这样的状况 我是建议指挥中心 当我们没有办法把 这个阴心的检测证明 还有筛检 还有居家14天的隔离 他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有效的时候 我的良心的建议 是不是我们保守一点 不要每次都是 把责任推给大家 我们的防疫不可能100分 我从来没有要求说 陈指挥官的指挥要100分 100分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会有等达 会有疏失 我们要接受这个数字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当我决定 譬如说布陶 当初决定不封愿 你现在回头看起来 对不对 很像是对的 可是如果你当初封愿的话 后面这些 可能就会降低 但你封愿成本很高 他没有标准答案 也没有马后炮 决定不封愿了 我们就支持指挥官 造成后续这样 社区的感染跟家庭的群聚 也是不愿意见到 但是它发生了 发生了我们就面对 我希望指挥中心 在疫情还没结束之前 多一点谦卑 少一点文宣 不过去年2月 台湾以大陆疫情严峻 不明为由禁止了 陆配子女小明来台 到去年的7月16 9月24才陆续分铃 来遵循小明 还有陆配小红入境 监察院在今天 提出了检讨报告 没有选择到台湾的国籍 那现在就必须要 自己做安排 自己要做承担 一个疫情当下 要避免造成 所谓的助长歧视的言论 他们真的问不到 怎么时候可以 明确时间回来 所以时间感是很重要的 我们对他们应该 有一些合理的说明 未来如果类似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补偿 合理的补偿措施 小明比外籍人士 和移工的子女 还晚了18天 才能够回台湾 被认为是有差别对待 以及人权的伤害的 我们要请教一下 预防委员 所以监察院就说了 行政院你应该要好好 督导卫福部 录委会 看内政部 应该要来去实 检讨改进 但是监察委员 可是有弹劾 或是纠举的权利的 但是怎么好像 就轻轻放下了呢 我觉得监察院 是要办大事的 所谓办大事就是说 你针对一个案子 你既然决定要去查 而且要花掉很多的人力 时间 甚至物质去查 那你查出来以后 如果这样子 无关通氧 这样说一两句话的话 不如不查 那查干什么 你监察委员去办这个案子 就因为它很重要 你查完出来以后 就是未来考虑一下 有没有可以给一些补偿 说这种话 是监察委员应该说的吗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 一般记者写一篇报道就有了嘛 希望你监察院 以你监察院之尊 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嘛 说这很好笑 不过这里 我们要 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说 孩子是没有选择 父母的权利的啦 孩子被生下来了 所以每一个孩子 我们都要记住 人生而平等啦 人生而平等 尤其小孩 不应该因为他父母亲的国籍也好 或者职业也好 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也好 受到歧视啦 不过这个小民很显然 是受到歧视啦 你说我听听看 那些移工的 外籍人士移工的 这些他们的子女 他们原来的那个国家 真的一定比大陆干净吗 武汉当时得到 这么严重的这个病的时候 他们后来处理他的速度 坦白讲是很雷厉风行啦 大家都觉得不民族 可是后来很多国家也在学啦 所以他很短的时间 就把他压制下来了 然后关键这里面有很多的人 也不是从武汉来了 自从别的地方 感染就情形很轻的这样一个地方来了 然后你也要缴各种的检查证明了嘛 那为什么他就是要比别的国家还受到 来的人还受到更多的歧视 我那么没有道理 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意识形态嘛 这个蔡总统今天讲 讲说两岸的问题 这个要解开的话 这个在中国大陆那边 我看这两岸坦白讲 要做很多很细微 但是很有诚意的这样一个动作 慢慢才可以累积那种善意啦 你说现在两边不管习近没有 蔡英伟也要说提一件事 除了一方说我接受九二公事 要不然另外一方说不需要九二公事了 才有办法马上大家就进行和解啦 否则要靠很多的动作 善意的动作慢慢去累积起来 那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坦白讲 只是加深了两岸对立而已 而且也让很多台商认为说 我是二等国民吗 我到大陆生活也很辛苦 我赚了钱也是寄回台湾来 对台湾的经济的成长也有所帮助 你们怎么叫歧视我的子女呢 这真的是意识形态非常不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停止下来 点转发 打击 谢谢 撼下 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